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要為大家測試的是潛能解放後的安多 網路上其實蠻多的影片有示範過 就是打擊的牌豬再加上逆轉之後 配合安多的一個潛能解放後的技能 所做出來的一個效果 這個影片蠻多的就不再另外做一個示範 而我現在要做的是用疊珠的方式來做出的一個效果 為什麼要用疊珠 因為疊珠的落珠次數變多 你落珠次數變多的話 基本上來講增加COMBO的機率就一定高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來為大家來做一個示範 應用安多的界線突破按 配上打擊的 配上打擊的 就是這個顛倒縱深 基本上剛才的測試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走殘有些時候是需要靠一點反應就回來的 然後現在來為大家做一個示範 因為我已經排序排好了 因為我已經排序排好了 接下來我只要開安多 上面的COMBO數做出來就可以了 每多一COMBO就多一倍 基本上你只要多三個COMBO 就已經超過奧丁的絕力逢生了 所以這個搭配起來威力是蠻大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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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一下21 減掉我原本預計是9COMBO 等於整整我多了12倍的威力啊 這是落豬的一個好處啊 所以應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講 我們就可以增加它的COMBO數 這個方式還不錯 提供給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